今年初各種亂象病發 從衛生紙到電信499之亂 還有高房價導致少子化 平面媒體就重砲轟擊政府失能 國發會主委新銷火線解誤會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經濟成長率都是 破一破二大家都還覺得說 不太有信心 那可以看得出來 已經超過三有四季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就表示說 台灣的整個經濟的動能已經起來 平面媒體就搬出 洛艙管理學院的調查 台灣競爭力排名從第14名 下降三個名次 政府效能方面也從第9名 調到12名 過多民粹導致投資卻步 政府和企業競爭力雙雙下降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大廠 現在正在做整地 那在需求土地的部分 找到土地開始去做規劃 那他這個時候 他就不會有很多的資本支出 在很多的項目裡面 都是有升有降 有的進步了 有的落後了 那這個有的是整體大環境的問題 那有一些可能是我們國內的一些 結構性的問題 有疑問的還有8年8800億的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第一期截至去年底 68項工作計畫時間率僅僅12.89% 執行進度似乎嚴重落後 如果一直延伸到今年的6月來講的話 我們的分配的預算400多億 現在已經執行了323億左右 所以我們的這個預算的執行率 其實已經達到了75% 破壞首長事宜就是要讓政策溝通更加透明 東森採訊宣傳媒 張柏霞台北報導